大家好 十月在新书发布会上公开承认已婚 并已有一对儿女的前飞梦海成员无尊 绝对算是帅气偶像转型奶爸的绝佳代表 无尊的女儿今年三岁 儿子即将出生 虽然目前只公布了一张女儿侧面的照片 但无尊透露 自己其实很愿意将孩子的照片与大家分享 其实时间到了我会分享 对啊 我觉得 对啊 我觉得 我是一个很喜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人 而让无尊近期处于新闻热点的另一源头 还是他与初恋女友林绿莹已已婚四年的消息 两人是高中同学 至今在一起已经18年 2011年曾有台湾媒体报道 无尊已经完婚 但遭到无尊否认 两年后之所以公开承认已婚事实 无尊透露是因为要尊重家人的决定 从以前到现在 因为怎么讲呢 进入这个圈子 其实对我来自需要很大的勇气 然后对他来讲 我觉得需要更大的事情 要去公布这件事情 其实 其实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这是一个家人的事情 在那段时间 我觉得我 因为需要尊重才是决定 就这样子 走了好几年 最近其实也有在聊 因为我最近 跟小孩嘛 然后我也多一点时间 有在温奶 有些事情我都是 这次永远去面对讲 在台湾地区 跨界影视歌 主持多期发展的吴佩茨 最近在微博公开承认 已经怀孕四个月的好消息 都说好事成双 这边吴佩茨刚刚确定怀孕 她的好姐妹徐夕源 就主动向媒体透露 自己可能也将生为人母 其实从2011年 与汪小飞结婚开始 徐夕源怀孕的消息 就屡传不止 而她本人每每公开亮相 被问及怀孕话题 也都难掩 迫切希望生子的心愿 生小孩我是当然希望尽早 因为女生年纪的黄金时间有限 所以能尽早生尽早生 日前为止就希望 能够有家庭的新成员 先生一个不是很痛的话 就是会拼命生 希望就是有好的结果了 随着最近徐夕源身材发胖 去医院救治的照片公布 37岁的她怀孕的事实 已出路端倪 而这也意味着 徐夕源有望达成 多年的生子心愿